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剪这个空气的刘海 那很简单 因为一般上以前呢 我们会剪到非常多这个刘海 然后我们觉得可能很不太方便啊 或者很闷 现在呢 因为我也觉得想一点刘海 可是不要太过多 比较容易处理的话 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做一点点的空气刘海 好 首先呢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做一点点的空气刘海 我们先把这个头发分开 我们从中间 直指分 那我们放好中间呢 我们就把它挂在耳朵旁边 不要乱了 然后我们就拿这边 那个中间线的这个地方 可以拿少许的 你要多少都可以 那我今天试试看一点点 因为我不想要太多 不然等一下会很难处理 要到什么长度呢 那就看你自己喜欢 一般上都戴眉毛间的 那因为我们要翘出来 刚好到眉毛间 所以要比较长一点点 OK 那会有点太短了 没关系 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 直棒 把它稍微夹一下 哦 好少 用这个直棒呢 把它稍微夹一点 其实可以再长一点了 我觉得我就是太短了 那我再盘边一点点了 因为它有连接 所以我一件比较长一些 可以 那这边呢 就不需要太短了 可以比较长一点点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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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手戳要轉 像內鍋就拉到旁邊 好啦如果大家喜歡頭髮的教學 記得按贊哦讓我知道 那我可以教大家更多頭髮的教學影片